原标题,小霸王再次出手,去利亚港空倒带反击,这次让以色列军队延面近视如今,中东地区仍然很紧张,堪称使世界的火药桶,随时可以引爆战争。 中归到底,就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,而这种矛盾,由于长期积累,至今不可调和,历史上共打了五次中东战争,这对于平民之间的伤害,也是非常不小的,全世界各国都在呼吁停止战争,还世界一个和平,但是效果并不明显。 最明显的要属于以色列和顺利亚之间的战争,其原因主要就是围绕着哥兰高地之间的斗争,两国谁也不想失去这块土地,几十年来,战乱不断。 就在不久前,以色列领导人绑在美国时,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地表示,哥兰高地属于以色列,虽然短短的几句话,瞬间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以色列的军事实力,在中东地区非常的强悍,历史上更发生了五次中东战争,以色列军以全胜的结局告终,几个阿拉伯国家,甚至连手也打不过以色列,除了军事实力强悍了,还有美国在背后的支持,而且还向以色列提供大规模的武器装备。 就在3月27日凌晨,叙利亚再一次遭到了以色列的空袭,但是这次吃亏的却是以色列。 我们知道,美俄的中东战场上的博弈,各自支持着代理国进行争斗,而叙利亚的背后就是俄罗斯,这几年,俄罗斯帮着叙利亚平坏内乱,打击恐怖主义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 而俄罗斯也把最先进的武器部署到了叙利亚,其中就有S400、S300防空导弹,这也让原本在叙利亚领空来去自由的以色列感到了恐慌,本以为能够借助叙利亚的疏忽,果断出击,迅速撤离,但是没有想到刚飞到叙利亚境内,叙利亚的防御系统做出反击。 这一次,让以色列彻底颜面见识,打出去的导弹全部被拦截到,叙利亚使用的全部选了制的防空武器,能够抵挡住美国的最先进的战机。 所以,拦截住以色列导弹也不是什么大事,但是无论怎样,对于以色列来说,还是无法接受这种失败的,接下来还会酝酿更多的军事打击行动,未来中东必会迎来更多的血雨腥风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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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